高雄市衛生局人員進到高檔鐵板燒餐廳 廚房機茶 冷凍櫃裡頭放著一顆顆的肝 用來當前菜的食材 卻被民眾檢舉用鴨肝混沖鵝肝賣 菜單寫的是鵝肝 上桌的卻是鴨肝 2016年高雄一名卢杏牙一代妻子到餐廳 花了7000多塊品嘗鵝肝套餐 一個月後他發現餐廳的員工在PTT爆料 鵝肝都是以鴨肝替代 牙醫師憤而舉罰 老闆被依詐欺罪除以5個月有期徒刑 一顆罰金15萬元 主廚明明知道煎的是鴨肝 這還跟庫克介紹是鵝肝 被認為是詐欺共犯除以4個月有期徒刑 一顆罰金12萬元 如果是在於品質上它沒有很穩定的話 我們才會用一個比較好的鴨肝來做一個取代性 鴨肝鵝肝到底怎麼分 外觀上鵝肝通常比鴨肝大 色澤上鵝肝多呈現帶淺粉色的象牙白 口感綿密 鴨肝則偏暗黃色比較硬 價格上也有差 鵝肝一公斤5到6000元 鴨肝則1300到1500相差3到4倍 鴨肝大多出現在法國餐廳餐點價位高 業者用鴨肝代替鴨肝 顧客一轉告上法院才讓真相公主於事 近新聞裝品達謝佳麟 孫銀翼採訪報導 車前列製地 se Cast 鴨肅